来到嘉义雪上香这个三角窗 整面外墙满满都是候选人的照片海报 从民进党现议员候选人 民进党乡长候选人 民进党的现议员候选人 到国民党现议员候选人 部分蓝绿通通都有 总共贴了五大面的海报 大探美食的同时 还附上介绍特色两面的字句 这里都很空 我们就拿他们的宣传的海报 挂在店里的周围 平时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每家布条有候选人的大头 还有特色美食 到底是宣传人还是宣传食物 引起了话题 连本尊都到场觉得很有创意 别的有新鲜感 从来没有这种经验过 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刚好广告 然后大家也是公平竞争 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有特色 因为这样子骑车过去 这样一整面可以看到说 大家每一个候选人参选人都来家 跟老板说就是背筹多加一点 我都一次吃两盘 嘉义雪上香的特色两面店 业者自掏腰包 印了超大宣传海报 出发点是介绍自家产品 来吃过的都成了代言人 宣传啊 对啊 另一家同样位在嘉义的 老板老板娘忙着要做生意 但是门口有群人不是消费者 却是拿着海报开始贴 仔细看还是候选人的 原来支持候选人 才会开放店内的墙面帮忙宣传 美食不分蓝绿 又刚好遇上了选举期间 候选人的宣传海报成了另类广告 三地新闻 廖国雄 朱宇荣 嘉义报道 三地新闻 应该 biodives安宣传海报 对脑地新闻 好失敏 为不 dariios 海报都Ka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